超商内神秘男女 摸头搂腰 关妻暧昧 进电梯最后身影 长发正妹 人间蒸发 新巡男离奇坠楼 竟有杀人分尸前科 母亲感应灵异线索 鬼巧合难以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中立兰可儿 彭林轩迷案 2017年4月24日 深夜11点多 住在桃园 31岁的小轩 告诉家人要上夜班 就出门了 直到隔天傍晚都没回家 加人拨电话给小轩 电话都不通 这相当反常 妈妈担心是不是发生意外 再打给女儿朋友询问 这才知道小轩根本没上班 两个人在柜台前面 看似有说有笑 然后壮士也亲密 甚至这个男方 还去摸摸这个女方的头 好像一对情侣 体型蛮壮硕的 然后大概四十几岁 好像是去用iPhone那个东西 去缴费 这男的对这个女的 一个搂腰的动作 就是她走出去的时候 她手把她放在她后面 然后再进去的时候 她也有摸她的头发 对 可是这女的 有一些地方看得错 她是有闪躲的动作 千世七清楚看到 头戴蝴蝶结发带 背着黑色包包的彭信女子 从大门走进来 后头紧跟着身穿 蓝白外套短裤的理性男子 两人一前一后没有交谈 她妈说这个不是她男朋友 因为她妈说她也不认识她 这个男生带着这个失踪的彭信女子 上到六楼住处之后就消失了 给那边的邻居看这个画面 看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男生 那邻居一眼就认出来说 这个男的是住六楼 停车 开玩 然后大概再过五到十分钟 就楼下有一个邻居就跑上来说 就有人坠楼啦 然后我们同事马上冲下楼去看 结果就发现就是住六楼的那个男生 因为他是用橡胶水管 就是缠住那个外面的栏杆 可是因为他体重一百多公斤 这个橡胶水管没办法承受他的重量 所以他就从六楼直接这样断掉 我们破门进去他家里 他的外套 钥匙 平板跟鞋子 全部都在这个男生的家里 一进门的一些沙发区啊或什么都 反正他就是乱丢啦 可是找不到这个女生 第二条元 就没人多好快 请不下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